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展新观点 看两岸 好 欢迎回到Coco早餐 我是代版主持人蔡时平 各位都很熟悉的 礼拜五呢 展新观点 看两岸 资深的影评人麦若鱼 到了我们的现场 若鱼你好 视频早 听会儿大家早 你是早起床吗 我应该不算早起床 我跟你讲 以前Coco姐说 我是夜猫族 但是我现在最近开始 有点调整我生活习惯 就是把我的睡觉时间 要往前提了 但你睡得早吗 睡得早 但我讲的题 就是说最 从我以前是一两点 现在十二点半 甚至十一点半 OK的 因为随着年龄慢慢增长 长大了 老了 你必须要把作息要改变 但早上呢 早上早起 我先发觉 我现在真的体会到 早上的光阴太棒了 比如说我如果十一点半睡觉 我可能六点半就起来了 哇 我六点半到十一 十点 十一点 我可以做好多好多事情 你讲经常 对啊 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办法体会的 那个早上的时间 可以做非常多事情 包括我在家里 做一点简单的乘运 包括我吃一个很棒 自己的家里面吃一个早餐 然后找很多资料 看东西都可以 但是但是若鱼没有讲到的是 到了差不多下午 中午十二点一点的时候 就开始嘟咕了 你要睡个午觉 那我刚好 我可能去 我现在有时候下午去 民事录影在林口 我坐公车 我一上车 我就睡了 睡到高速公路下来 我就醒了 这个非常好 我跟各位讲 刚刚我们讲的这一点 是可能给各位要出门 所有的上班族 你的疲惫的 你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我年轻的时候 一个老师 我看到他 那是个非常知名度 明星级的教授 到处演讲 到处跑 我跟他说 你都不累 他说他有一个能耐 上了计程车就睡着 然后下了计程车 就会该到的 其实一叫他就醒了 他说那样一睡 五分钟十分钟 精神就很好了 对 我刚刚讲那个公车 那个经验 是我没有的 就是我这个 一上行天工 上高速公路 我觉得 毕兰全带开始睡了 没有人叫我 他一下了林口交流 一下来我就醒来了 这人有一个 生理上的 前一世里面 还是有一个 下一世里面 还是有一个生理时钟 但是关键 关键是 要劝一下若鱼 现在大家都有手机 所以你睡觉知识 请保持优雅一点 否则那就会拍到说 我拍到野生的 野生的麦若鱼 张着嘴在那边 被拍到 好吧 没关系 因为那个公车上 都是应该都是老 你中老年 你主要都在睡觉 好来 我们再聊下去 大家就以为说 两个大叔在聊 养生之道 我们继续来 台湾的电影 最近双十节 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党期 然后有一些新片 也是在双十节之后 就陆续上 对 尤其因为金马奖快到了 那提名金马奖的片子 现在就开始要上了 本周上的一个是 大多普拉斯 金马奖提名最多的 十项提名 他之前在台北电影节 也得了五项大奖 他等于是 今年台湾电影 好像被认为 是一定要看的一部电影 当然这部电影是黑白片 对 那这部电影 它是一个 还是我们讲底层生活的电影 黑色幽默的电影 它其实主要讲的 就是一个在偏僻乡下 因为其实这个电影 中南部的风光 尽收眼底 对 偏僻乡下一个工厂 帮人开门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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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门 一个开门的工人 每天要帮他的老板 晚上要开门 任何时间都要开门 他跟他附近的一些朋友 反正没事在那边泡茶 闲打屁 有天忽然觉得闲来无事 想把老板的车子里面 行车监视器来 拿来看一看 对 不得了 一看看出来很多秘密 还有很多 其实就我们 你也看过了 对我看过 OK 还有很多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台湾人很熟悉的 比如刚刚若宇讲的很好 那个乡下的工厂 工厂的守门的 对 然后乡下捡破烂 捡那个回缩物资的 是 或者是流浪汉 对 三个人的生活 对 然后串成这整个故事 对 然后监视器 我们也太习惯 在监视器里面看电视新闻 是 可是它最有趣的是 让你知道 那监视器看到的是外面 但是监视器录到的声音 通知里面 是 好玩就在这里 对 它的整个电影的 好笑的点 跟惊爆的点 都在这个地方 是 在监视器 看监视器的外面的 场景的变化的时候 你听到里面的对话 而留下来的 那个故事的 还有震撼 震撼 里面包括了 这些什么震惊的 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的这种 挂钩 还有人性的贪婪 还有一些人性的 一些特别的一面 主要就是 我觉得这个电影 跟台湾的生活 很接地气 因为监视器在我们 平常在新闻运用上 很多 对不对 没有 就想来就说 这个电影导演 就突发奇想 用监视器来做 整个电影的一个轴线 这是蛮特别的 其实 这电影也就是 台湾比较擅长 就是底层文化的 小人物的故事 而且可能也是 今年金马奖面对 外来的墙片 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台湾电影本身的资助 我今年 不过跟大家讲一下 今年2017 2016下半年 到2017 其实两岸三地 都是 我觉得都是小年 就是说 香港跟大陆 都没有看到 什么好的电影 那因为 当然大陆电影很多 很多是我们没有看过的 但是大陆 在这个金马奖之前 也没有传出来 什么特别强的片子 他们当然 现在卖的最棒的 已经五十几亿的 这个战狼2 它是个纯商业片 那这种电影 无经验的电影 它不会入到金马奖 现在金马奖的作风 已经跟奥斯卡 又跟奥斯卡有点像 他以前早年是 华人奥斯卡 奥斯卡后来 也改变了模式了 奥斯卡最近也都走 独立制片的 这些风格了 也就是说 传统那种商业跟 艺术兼固的大片 已经没有了 在金马奖的 我们的名单里面 也看不到这种电影 我们电影大概都是 比较偏艺术的片子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大商业片那种 它入围金马奖的 几率非常小 你说像 刘德华的拆弹专家 这今年上半年四月 我觉得非常好看 一部港片 它初选就被淘汰了 因为它完全是商业电影 那金马奖 已经不要商业取向的东西 它完全就是一个 比较是艺术 比较是这种 跟这种 比较特别的这种体裁 它会集中在 某些电影上面 所以今年金马奖的 名单里面 其实香港 你刚刚讲外来的电影 今年我看 台湾电影今年应该是 可以在金马奖 比较强大的一年 因为对岸的电影 也不是强 那香港电影 今年根本就没有 几个电影进来 好 这是国片的部分 对 来 你还今天还特别 给我们介绍一部德国片 看见5%的奇迹 这个电影其实很商业 很好看 就是讲一个男生 他的视力已经弱势 看不太到了 但是他很乐观 还决定要去饭店 做这个服务员 做服务员 但怎么做呢 你怎么可能打扫房间 去餐厅 饭店餐厅去上菜 那都是看不到的 当然这个电影 是有一点励志 他的在整个 看不到的过程中 是有同僚帮助他 中年当然有很多 风趣的幽默的 但是他也找到他的真爱 这个真爱 也是跟饭店有关系 围绕在一个 五星级大饭店里面 然后是一个德国电影 然后是帅哥 帅哥主演的 一个弱势的一个男 然后找到了 在他的这个奇迹 看见5%的奇迹 在他几乎全忙的状况中 开拓他的人生的逆境 有了工作 还有了爱情 这个电影就是一个赏心悦目 然后很好看的电影 其实你看 你刚刚这样 若鱼在描述的时候 各位听众朋友 再回想一下 他也是把好几个 过去几种不同类型的电影 集结起来 比如说以饭店作为核心 对 然后还是一样帅哥美女 然后用一个弱势者 奋进的这个过程 对 立志的这个过程 换句说 其实我们刚从大福普拉斯 这样一路讲 那个content 故事的点子 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其实弱势 眼睛看不到弱势的电影 这几年看了蛮多的 好多电影都在描述这个东西 那这一部是比较喜剧的 而且是比较激励人心 比较诙谐的 比较没有这么悲观的 就是告诉你 其实即使弱势 但是人生的开创 这个男生因为他很正面 正面取向 然后他一样开创了 很棒的人生 好 这让我想起来 这个诺贝尔文学长得主 这个马奎兹的 在百年孤季里面 有一个角色 就是那个长辈呢 他眼睛其实到最后 都已经全忙了 可是他家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很清楚地算准 他每天要做事情的 那个规律 是 然后从家里面 所有的摆设 他都可以知道 从这边走到那边 是多少步 到哪边该走 左边怎么转弯 所以家人都不知道 他已经全忙了 是 因为不知道他全忙 所以他反而用这些耳朵 听到了很多 他家里的各种的 别人都不知道他忙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想我只是联想到而已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待会儿还有两部片子 《纽约寂寞男孩》 还跟一部 数位修复版的 慕赫兰大道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欢迎回到Coco早餐 我是代班主持人蔡日平 刚好我跟麦瑞鱼 在中间这个广告 我们看到电视新闻在播 《欲望3》 《欲望城市3》 要拍 又说突然喊咖 然后瑞鱼跟我讲说 那是电影版的 我们为什么从这个话 也转过来 因为下面这部电影 《纽约寂寞男孩》 对 里面有个卡丝 还就是《欲望城市》 里面四个女生之一 如果是以纽约 作为一个背景的话 各位刚刚想到 《欲望城市》的话 那你想想看 这部电影叫做 《纽约寂寞男孩》 这个电影很纽约 这个电影讲的 就是一个年轻人 大学刚毕业 对写作充满了兴趣 找不到人生方向 结果在他的恋爱 跟他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家族里面 父亲出轨的秘密 这是一个上流社会 中产阶级上流社会 而且重点是 这部电影为什么要 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了 那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呢 这部电影的卡斯 真太多了 演爸爸的是 皮尔斯布罗斯男 演妈妈的 辛西亚尼克森 就是《欲望城市》 四个女生之一 对对 辛西亚 但这个女生 她后来真实人生中 她是lesbian 是雷斯边 那杰弗布里吉 老牌演员 老牌演员 自演一个神秘的 这个男子 这个男子 跟这个男主角 有一点关系 凯特贝琴赛 我不知道 士兵熟不熟 我知道 永远吸血鬼的 对对对 对抗这个女生 很漂亮 应该是一个英国女明星 我跟你讲 她非常漂亮 她在这里面 明艳动人 是一个介入家庭的小三 那这个小三 后来不但跟父亲 跟儿子也发生了关系 这个演儿子男主角 是一个新人 叫卡伦透娜 这个男生 我其实不认识他 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并不起眼 在这戏里面 我觉得这个男的 这个电影戏份这么重 怎么找了一个 这个不起眼的男生来演呢 后来越看越看 越看越有味道 那然后后来发觉 原来导演找这样的一个演员 就是他就是要一个白子 因为他要面对这么多的 这个大明星 他想找一个白子 那我觉得现在好莱坞 出现了很多这种新的男生 新世代男生 太多了 因为竞争非常激烈 还真的有一些是蛮有潜力 但是这些演员 要靠好多好多时间 才能堆砌成为一个大明星 但这个电影主要就是 我觉得第一个 纽约上流社会 赏心悦目 然后大明星如云 看到凯特贝行赛 看到这个皮尔斯布洛斯男 这些大明星 很过瘾 然后整个电影是好看的 因为讲就是一个家族的 家族的故事 父亲跟儿子之间 然后跟妈妈 然后跟外遇小三之间 还有儿子真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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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势 反正这个电影就是一个 一个大卡丝 而且这种卡丝 现在这种卡丝 很少见了 那这样的电影 好看 好看的电影 好 这是纽约寂寞男孩 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你看刚刚在若鱼的 这个快速的跟各位讲 这个剧情的时候 我们这种写作人 就很容易去联想到 你看他还是从一个人 一个有点像是一个旅程一样 透过某一种旅程 意外的旅程 然后发现了自己 整个家族的秘密 是 那这种发现 其实回过头来是认识自己 是是是 重新认识了自己 重新认识自己 对 好 下面这部就很棒了 大家 大家有一点年纪的 资深的朋友们 对这个导演 一定很清楚 因为他当年的几部电影 都非常的具有诡异的风格 就是大卫邻区 对 David Lynch 对 现在呢 2017年9月29号 他的这一部呢 数位修复版的 慕荷兰大道 对 要重新推上来了 对 而且片长两个多小时 对 其实最近台湾 台北台湾啦 正在演大卫邻区的 类似像回顾展 像这个双风 像这个橡皮头 金狂都在演 但是慕荷兰大道 是非看不可的 这个电影 我跟你讲 因为我最近 重新再去看了 其实最近开始 演好多 数位经典修复的电影 怎么窗外有蓝天 还有之前 这个修格兰演的 这部同志片叫什么 我忘了 一下忘了片名 很多这种 数位修复版电影 然后你去看了 会发觉 哇 比现在演的 好莱坞电影 大部分都好看 因为好莱坞电影 现代电影 大部分都是英雄电影 尤其暑假档 现在已经不止暑假档了 都是英雄电影 占满了全部的档期 都以英雄为主 真正有内涵电影 或者有艺术 创新电影很少了 要等到奥斯卡的季节 那你去看这个 莫荷兰大道 你就发觉 哇 这个电影 他当然讲的是一个 这是纳欧密华兹 这个演员 现在大家知道很熟了 这个演员现在很大咖了 但当年这是一个新人 他演的这个女主角的角色 电影里面也有很多的演员 那当然都是比较老一辈 经典的演员 那这个电影讲的是 一个女生要去 闯好莱坞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整个的叙事手法 跟导演的这个拍法 都是不寻常的 都是不用常常轨的 也就是说 我跟你讲 我前段时间去看 我看 我就是上个礼拜 去重看 重看 我其实一个礼拜之间 看了两遍 我重看第一遍的时候 一开场这些电影 整个的这些走法 整个的演员 我就被吸引住了 因为还有讲的是 好莱坞的这些故事 所以很兴致盎然 可是因为片子很长 我那天看了 连看第三部电影 这是我的第三部 所以我精神不济了 到最后的20分钟左右 我眯了一下 等我眯了一下 醒来以后 我完全看不懂了 就是我前面已经看了 我前面看两小时的 整个逻辑 到最后20分钟的结尾 是跟我前面看的 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怎么会这么奇怪 我就很气馁 然后我想怎么办呢 我要再去重看一遍吗 那这个短期之内 重看第二遍的经验 对我讲太少了 几乎是没有 我没有短期之内 我电影很少看第二遍 因为我没有时间 那短期之内 叫我再去看一个 两小时的电影 对我讲 又是更大的一个打击 花太多时间了 可是我那天我不信邪 因为我觉得 我就要知道 它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我怎么可能 现在还有电影 让我会这样子翻转 我看不懂的 我前两天又去看了第二遍 我又把它看完 而且那个关键点 我知道我不能再瞇了 果然我看懂了 可是我要跟你讲 可是很多人 还是看不太懂 因为这个叙事方式太大胆了 如果当年来讲 那个年代 跟现在年代来讲 现在也没有导演 会走这种手法了 就是他完全是一种 一种风格 是让你自己去想 然后让你自己 他不提供答案的 那这是很厉害导演 相信导演也不会告诉你答案 对我来讲 我因为电影跑了三十年 我不会去找答案的 我不会去上网 找导演要告诉你什么 因为我大概知道 因为我采访过无数大导演 通常来讲 导演不会告诉你答案 导演就是告诉你 你自己去看 你心里想什么就是什么 其实这最好的创作 对对对 反正我已经创作完了 你怎么诠释 那是对 怎么理解是你的 是是是是 你刚刚讲的那一部 是莫里斯 莫里斯的情人 好看 太棒了 当年休格兰 还是一个非常深嫩的 新人 是 我当时看了那个莫里斯情人 我发觉天哪 他们两个男主角 魏里斯影展 双影 双男主角 另外一个男子 后来就不见了 后来就不见了 我查知道不见了 当年很棒 他们两个人当年 那男子演得很好 非常好 我看 就是他双男主角的影帝 双影帝 你这个电影几十年前 你现在在看 你就发觉天哪 那这个现在的 一二十年同时电影 拍不过这一部的 对对对 你讲的没错 而且那个莫里斯的情人 各位有机会 可以找一下这个DVD来看 他还是非常的动人 因为当年我在 我在节目中讲过 我去看完以后 回来想 我当年读肖钱的 未带地图的旅人 那是一九八几年的时候 就是大陆的老作家 肖钱 他留英的 他在他的未带地图的旅人 这个回忆录里面 就讲过 说当时他认识那个 莫里斯情人的作者 Foster 他呢 那个男的 给他 把他带到他家里去 给他看了这个小说的原稿 跟他说这个小说 要五十年之后才能发表 然后那时候肖钱在里面讲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后来想说 我几十年前看了 第一次看了 莫里斯情人的时候 我还回去找了那一本 因为我记得我看过 我去找了肖钱的 未带地图里面 把那段翻出来 我在想肖钱当时一定 吓得要死 肖钱长得很小的 白白嫩嫩的 东方的 他被那个教授 带到家里 带到他家里 然后给他看这个手稿 他讲说 这个要五十年后 才能够发表 然后肖钱就写了 他自己很忐忑的 看了那个小说 大概稍微翻译一下 那表示的原作者认为 当时太前卫了 太前卫了 是前卫 他知道不可能发表 所以他在他死后 后来解禁了那五十年 就他自己的时间到了 电影公司才把他买下版权 三十年前拍那个电影 这个我看过 莫里斯情人之后 我就发觉 这是真的同志片的 太经典了 非常非常 你看他当时讨论了 所有的同志的议题 大概在二三十年来 都发生了 都发生了 都是我们反复在讨论的 就是一个人 要不要真诚的面对 自己的性别 对 认同 要不要真诚的 面对爱情这件事 还有歧视 还有歧视 这些东西 那中间就讲了很多 还有阶级 太多了 如果有机会 今天在我们讲的 这个四部电影之外 回头再想一想 也蛮有意思 你刚才有讲一个重点 像你看了这么多的电影 有时候回头来 再看台湾的电影好了 你怎么看台湾电影 我的意思是说 刚好我们有一个闲聊 就是说台湾电影电影市场 其实没有那么蓬勃 再加上我们的电影市场的口味 基本上是比较文人取向 或者文青取向 知识分子取向 或者作者论取向 所以我们的电影类型 没有那么丰富 这就使得我们在判断电影的时候 其实不像在别的国家 比如在美国 或者是在欧洲 你的电影的类型够广 所以一个喜欢电影的人 其实在他成长过程中 他几乎所有类型都碰过 其实后来我发觉 从这几年来看 我们也不要那么的 不要说好大喜功或好高勿远 我们也不要去想要跟韩国 跟美国跟日本一样 有这么丰富的 就算了 因为没办法了 因为你不需要了 其实你从今年看起来 今年我们其实上半年 有很好的一部商业片叫目击者 他也提名金马奖五项 然后下半年我们有一个 我们最会拍的 小而美的大佛普拉斯 我觉得这样可以了 然后你反过来你再看看 其实看看金钟奖之前 金钟奖现在很多电视电影 这个迷你剧集 其实你看现在 电影跟这个已经重复了 今年金马奖里面有一部 川流之岛 是去年金钟奖的电影 也是今年台北电影节 得奖的电影 然后现在金马奖又提名了 影星又提名女主角 他去年金钟奖 已经拿过金钟奖的女主角了 电视电影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 现在强的可能就是这种 电视电影 迷你剧集 或者是小而美的大佛普拉斯 这种小成本的电影 如果你要拍商业片 可能就只能做到像 《红一小女孩2》 或像目击者 同一个导演 陈伟豪 他这种导演 一直在研发 这种所谓的商业类型 悬疑惊悚类型的 也不多 就他一个人 目前成功就他一个人 那你就觉得说 其实差不多 就这样子 把这些东西顾好 而且我现在发觉 更多的电影导演 一两部之后 他就开始专注于 电视电影了 就走向电视圈了 开始在金钟奖上 发光发热 你看今天金钟奖 得奖的这些导演 全是拍过电影的 一两部电影 然后没红 或怎么样的导演 那其实 大概你会看 这个格局就这个样子 其实这样也蛮不错的 也还好 也蛮不错的 就是这样交互的作用 一方面刺激着电视的产业 一方面回过头来 也让那些电影导演 他可以用小一点成本 在电视电影上面 展露头角 好 感谢麦若鱼 带我回来 好 感谢麦若鱼